我們最後來補充一個叫做搖擺效應的現象 我們的密碼只有三個位置 1 2 3 好 那第一個位置第二位置要固定 第三個位置呢 通常會搖擺 也就是會隨便一些 這個現象叫搖擺效應 我們當然看到這個例子 像這個UUU 第三個 UUC 第三個放 U 或 C 都可以對應本品安酸 所以第三個位置在搖擺 好 像這個 UUA 或 UUG A 或 G 都是對應本品安酸 所以 U 或 G 在搖擺 或是 U C U C U C 第三個隨便放 非常搖擺 第三個位置隨便 都是對應撕氨酸 這樣的現象叫做 Wubble Impact 搖擺效應 其實是因為我們 61 個 配對安依酸的密碼子 卻只配對 20 個安依酸 會有很多同意碼 這一同意碼就是在搖擺 第三個位置在搖擺的現象